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人民对抗人民采取的又是哪一种政治方式呢 我们看到的大概不怪乎两类 一 公关 就是媒体造势打造形象来博取观感 二 政治角力 就是立法游说向政客施压或者是拉拢 两者都是无关双方争议内容的外在努力 虽然这两者都是在所谓民主社会中常见的策略 但是等一下我要说明这些都没有民主的实际意义 基督徒和同性恋在这个所谓的民主过程里面 有什么真正的辩论吗 我认为没有 除了喧嚣与愤怒 没有真正的理性辩论 为什么没有呢 因为基督徒一方缺乏公共理性的语言 在这方面他们是施语的 他没有办法与同性恋理性的辩论 很多时候只能引用圣经信仰 只能诉诸既有的俗成定见 而这些俗成定见 则是形成于西方早期现代基督教文明影响 仍然显著的时期 但是留下来的这个所谓的一夫一妻 被当作一种现代化 家庭现代化 这相对也影响了同性恋一方 也只能用最简单的启蒙语言 口号式的内容来向大众宣导 所依靠的呢 则是西方晚期现代话语的潮流 双方都互相认为对方是错误的 邪恶的 而自己掌握了真理 不是政治正确 就是道德正确 总之 双方并没有理性说服的过程 也因此没有真正的教育大众 提升认识的公共说理过程 基本上呢 就是比拳头 比人头 拳头就是政治的实力 那个人头呢 这钞票上的人头呢 这是资源的动员 或许有人认为 民主社会还有一种鼠人头的方式 就是选举啊 投票公投 但是在没有理性辩论充分告知的情况下 这种鼠人头实时上 还是前面说的 等于是前面说的 公关或者是政治角力 是一种操纵性的民主 而不是真正具有公共性的民主过程 大家可以想象 如果现在此刻 在没有什么说理辩论的情况下 透过媒体舆论造势 或者是透过政策的支持 或者是台湾透过选票的公投 来决定同性恋是否合乎道德 是不是应该不受歧视 是否可以结婚 那么作为社会运动的同志运动 应该接受这样的结果吗 我说不应该接受 为什么呢 我们先说假设 投票的结果是认为 同性不可以结婚 或者是同性恋可以被歧视 那同志运动当然不能接受 但是为什么不能接受 不是已经说好了 少数服输多数吗 不是愿赌服输吗 其实是因为 同性恋的道德良心 就是他的最真诚的自我 认为自己是不应该被歧视的 同性恋真诚的 相信自己应该可以结婚 换句话说 这些不是一些 无关痛痒的利益的妥协 就是所谓的道德良心 不是这样的一种可有可无的 而是安身立命的 整个人在事业上生存的一种意义 所以选举投票的结果 或者是媒体肇事结果 政客立法的结果 都不能改变同性恋这样的一种心意 这样的一种道德良心 否定同性恋的结果 也许会让同性恋很难过 很痛苦 痛恨社会的故宫 认为这就是社会的压迫 但是这些投票的胜负 不会改变同性恋的道德良心态度 反而可能还会增加 反对道德保守基督徒的强度 或许你认为 如果现在台湾投票公投 政客立法结果是肯定同性婚姻 那么作为改变社会的同志运动 是不是就应该接受呢 我们可以想一下 这意味着 其实有另外一批人民 他们的道德良心认为 同性恋是不道德的 同性不应该结婚 但是他们现在也开始痛恨社会不公 感到社会压迫他们 而且不会因此改变 他们的道德良心态度 只会增加他们反同性恋的强度 因为这种单单属人头的选举 只能是压迫一群少数 不是压迫同性恋 就是压迫基督徒 很多人幻想说 我们能够透过同性婚姻 这种立法的手段 就能够改变社会对于同性恋的道德态度 其实我们不能期望在社会 有相当多人口 没有改变他们对同性恋的道德态度 改变他们道德良心状况下 社会能有什么奇迹的改变 过去很多社会 特别是像跟英国相关的 香港这一类的社会 经历过同性恋的除罪化 在当时都曾经乐观地认为 同性恋只要在法律上不再入罪 法律宣告同性恋不是一个罪的时候 法律就对同性恋加以肯定 因此就带来了一个同性恋的平凡 但是后来的发展 显然不是如此 因为社会还是有这些人 他们是很真诚的自我相信 同性恋不是道德的 他们没有改变 这个没有改变以前 社会也不会因为立法而有什么改变 投票这种民主的程序 不是真正具有公共性的民主过程 虽然公共也离不开情感塑造的公关过程 但是公共需要理性的辩论是不可或缺的 在基督徒辩论缺席的状况下 我认为酷儿与同婚的支持者的辩论 反而可以具有这样的功能 因为基督徒没有来辩论没有关系 但是可以产生 但是酷儿跟同婚的支持者 可以去而代之 因为酷儿与同婚支持者辩论 也是关于婚姻家庭同性人等等 基本问题的辩论 继续鼓励于扩大这个辩论 引起社会注意 让舆论由熟悉到理解 可以对社会产生普遍的教育作用 提升整个同婚辩论的层次 也会旁其更广大的脉络 范畴与其他社会运动关联的话题 换句话说 目前同婚运动与基督徒的僵局 可以由这个第三者来打破 这种起初或许是精英的辩论 如果持续或甚至形成路线之争 会逐渐的由内圈向外影响整个社会 那其实就像我们一开始 同性恋运动或性斜线别运动 运动开始一样 当然遗憾的是说 在台湾的同性恋运动 基本上和台湾的其他社会运动一样 很少有以知识思想为后盾的路线之争 因为在知识方面 我们台湾基本上都是 以知西方理论 以知为规念 那么主流的同性的运动呢 它很快的就会吸纳 最新最正确的这种羞辞与说法 可能前一年还在抱怨 我们就前几年 消息不灵通的时候 我们在抱怨说 为什么同志运动没有很多男扮女装 但是等到这跨性别运动 在西方有立足以后 几乎台湾同性运动 没有经过什么辩论 大家就LGBT起来了 当然有时候没有什么辩论 也不完全无事实 事实上跨性别运动一开始的时候 是造成了一种声势 但是那就是一种造成一种声势 然后改变了这个运动的方向 我辩论我好像 就是那种隐藏的那种 不满了或者不赞成了 好像都没有听到 那一直到最近 这个同婚 现在开始有些差异了 因为有人反对同婚 但是同性的主流 他们是支持同婚的 他们并没有说 美国的库儿最新的是反对同婚的 他们倒没有跟随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契机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事实上这个刚刚纯德也提到 这个品权运动如果就是照目前的轨道来讲 事实上你会发现会 这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发生的 会有一些新兴的冒出来的这一种 所谓的同性恋平权团体 他们在可能甚至同性恋平权里面给人印象都是 更为激进 其实他的激进就是他能够吸引媒体的眼球 能够会操作媒体 能够制造话题 然后呢 他们呢 会逐渐取代原来的 可能至少有一些群众基础的 有一些组织的 不是那样的一种非常像现在的一种 非常操作公关的 非常只是少数个别性新兴的团体 一样 他事实上会逐渐的 在把原来的这些 可能团体的资源都抢走 也不一定 很多状况 很多世界其他状况 我们看到的是这样 所以这一种没有辩论 只是启蒙的这种同性恋平权的 这样的一种方向 我觉得呢 是危险的 我今天 一直没有给王平题目 所以我本来想讲三个题目 但是我没想到 我一个就影响了这么久了 那还好 我自己在准备过程中发现 不行 不能讲三个 那我本来就想打住 但是我 最后我还想讲一个 比较简短的 因为我觉得我要讲这个东西 也跟前面提到的东西 有一点点关联 跟我前面讲的这个 红婚的问题 也是有一点点关联 关联不是那么明显 但是我可以就提一个头 以后慢慢再讲复杂一点 我就讲一个新的题目 看起来 我要说的是 性少数或者是性小众 香港人讲性少众 要积极地建构性伦理 这样的一个问题 性伦理不同于性道德 伦理是一种行为的准则 是人与人之间的 或者是自我要求的 一种行为准则 那常常很多人是把性行为 当作一种私德 就是无关公德 因为无关公德 所以私德方面怎么样做 只要无害公德 无关公共利益 无害他人等等 就无所谓 或者是无可不为 那这一种是自由主义 公私分立下的一种思考 我认为是不足的 我认为现在到了 要积极思考性少数建构 性伦理的时刻 其实过去也是有一些人 提倡过一种 比如说 你如果不是一对一的话 那么你要有什么样的伦理 或者是 讲到痛快 就是我们所谓的SM的时候 的一种性伦理 像有人提出什么清醒 同意等等 这个法国的这个萨德 这个哲学家作家 他写作《索多玛》的120天 你看似他谈的行径是荒诞 没有任何道德考量 但是他其实有一种 内在的美学 也就是以美学作为 他自我立法的一种伦理 所以这个性少数的伦理 首先是自我的 以及社群的一种自我立法 表现出一种对于自我 身体和心智的一种锻炼规训 当然也可以包括一种 美学的伦理在里面 这一种自我的伦理 不只是关于性 这些事情 性行为 而且是和人生观 世界关联在一起 就性少数的社群而言 这一种性伦理的建构 则是最终积极介入历史文化传统 和其他的社群运动 以及更广大的社会 对话的平台 最终也可以 也可能会引领到 新的性道德的建立 所以我认为呢 这个是一个时候 开始可以思考这样的题目的时候 好 我就点个词 谢谢